我覺得其實在這一次中華隊的表現 真的非常的可圈可選 讓大家看到台灣的體育 真的是有更加慶祝 跟一個更大家更有期待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每天都快哭 我看到他們的限時動態 他們從第一站哭到昨天 每站都哭 眼淚都像珍珠一樣 懶懶 那個表情控管的部分 哭到整個鼻子跟臉都瘦到一起 但還是很可愛 在台灣的藝人 在國際上讓更多人注意到 看到或是發現到 哇 台灣的應援文化 這麼的完善 這麼的好 看到之後已經沒有高鐵可以坐了 我就想說 怎麼辦 那我還是要看完吧 我一定要享受一下 就是在台灣耶 勝利的氛圍 我沒有把第九局九下看完 就覺得好難過 所以我就決定 好 那我看完了 做客運的 結果不誇張 我到草馬展開的時候 所有的客運全買了 沒有一張票可以回來 那我覺得 其實在這一次 中華會的表現 真的非常的可圈可選 讓大家看到 台灣的體育 真的是有更加氣勢 給大家更有期待的地方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每一邊都在哭 他們的盛行動態 他們從第一站 哭到昨天 每站都哭 眼淚都像珍珠一樣 懶懶 那個表情控管的部分 哭到整個鼻子跟臉都瘦到一起 但還是很可愛 在台灣的球員當中 他們已經很習慣了 因為他們在台灣打球的時候 每一場我們都是這樣子 敲鑼打鼓鍵鼓鍵的 可是比起對其他的 國家隊來說 他們反正沒有那麼習慣 就會覺得 哇 現場的這些音樂 也太大聲了 所以我覺得相對性來講 其實我們會比較有一些 主持的遊戲 讓他們有一些不習慣 也造成了一些干擾 讓我們會 我先拿下一个东西